今天我来分享一个关于教练的案例 这是关于我本人的一个案例 我就是通过一次被教练学会了游泳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自谜体 经常会发我游泳的这个信息哈 我现在是四项圈的 可以挖泳 可以蝶泳 可以洋泳 可以自由泳 所以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泳 但是在2018年之前 我可什么泳都不会去 不会呢 那时候呢 要经常旅行老是去到海边 所以呢 心里很痒了 就想学会游泳 可是我发现我对水非常恐惧 学了好多次都没有学会 所以在2018年的这个 当时教练第五摩块学习的时候呢 我就请我的好几个同学给我做教练 这个教练过程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我是一个小海龟 就在海里面游呀游呀游 那个感觉上是真的很好 就是这个画面帮助了我 那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到游泳池里面去 先自学挖泳 我是学了第五次 就学会了 那后来我开始学蝶泳 那羊泳怎么学会呢 就去年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自己非常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那我的加拿大的教练就问 说你怎么觉得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呢 我说我的上面有很多空间 下面有很多空间 左边右边都有空间 那就是羊泳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的空间啊 所以这个教练做完之后呢 我就去尝试学习羊泳 我只花了十分钟就学会了羊泳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非常放松的躺在水上就可以了 那后来学自由泳 就是因为别的都会了 有一天想巴拉巴拉巴拉 哎就会了自由泳啊 后来深一步探索我发现 游泳它和我的价值观相连接 比如自由轻松愉悦和大自然的连接 所以现在游泳是我最最开心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去学习一个事情 很长时间学习 不会 那其实就是你的前一手卡点 还有有的人比如他考试哈 比如考驾照 多长次都考不过 他也是内在有卡点 这个卡点极大和恐惧有关系 那教练呢 就可以帮助你去打破这个卡点 重新去创造一个新的画面 一个你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画面 你就会调动全部的前一世 去完成这个画面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所以想一下你的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你非常恐惧害怕的事情呢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教练